我們已經到了盡頭了 菜也都買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背跳也背得差不多 因為我媽下方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是 我想說我們可以再去另外一家 我也很推薦的 但是用特殊的方式呈現出來 是 因為她剛剛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有講 她一直講說 要介紹我們去吃一個什麼餛飩 到底什麼時候要去吃餛飩 原來就是現在要去吃餛飩 就是現在馬上 我們要跳一下嗎 還是不要 不要... 妳這個雖然年紀輕輕的 但是人還蠻歐過的 妳們有跳過嗎 妳們已經跳過了 這好像很久了 人家我們現在年輕人不會 沒事 沒事 我們現在年輕人就只有說 好 我們一起走 對啊 現在年輕人是這樣 可是我們達成她的心願 我們跳一下 好 預備 我想要走一次老舊的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一起去吃嗎 對 一起去吧 那我們就走吧 好 一二三 弄到一個滿身大家的跳好累 真的是... 你說我們現在跳到哪裡 你... 你說 應該跳到一個叫做 黑錢 黑錢 對 就是黑錢 那個字是麵乾還是錢 錢喔 它有助音啦 對 它旁邊有助音 很少看到招牌把那個助音寫在上面 黑錢 乾坤的那個錢 對 這間也是我覺得很有特色的 味道很多我胃口的一間店 是 所以你回來有時候三不五十 也是會來這邊吃一吃 對 不一樣 看到有一個阿伯在裡面喔 感覺它裡面應該是歷史悠久 說不定這已經好幾代喔 好像超過六十年了好像 那已經幾代了 搞不好三代四代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 不能再跳囉 好... 不能再跳 好累... 要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們這個 黑錢 黑錢 我們現在的幾代 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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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叫貨借的名字 黑錢 他就是黑錢 他以前的貨錢 做孩子 沒有人說黑錢 這麼單純的原因 是錯號的概念 所以說阿公是第一代喔 對 現在通過幾代了 現在第二代 第二代 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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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命喔 真厲害 你的手機真的很好 是 對我們五十幾天 你這個肉學幾點起來準備 這個肉 早就要加起來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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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剛才攝影 攝影 是 不過我看你包很簡單耶 對啊 他在那抹一抹 然後捏起來 就放旁邊了 對啊 我告訴你 這不是跟青菜 這樣熬不亂 阿嬤 這是哪裡的肉 它的多少包分 厚腿肉 厚腿肉 煎腿不可以 我們現在這樣用 差不多 好 它這樣子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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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回來的意思 大拇指 這樣子 收起來 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收在裡面 放在裡面 來 我要用這個 攝影給你看 是 這樣 後來 後來 這個感覺 用得下去 不要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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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用手要去刺 用手要去刺 用這個 這個 這個 沒辦法過 這樣 去刺 姐姐 妳用一個看看 真的嗎 真的 我的先放這邊 他就 我這個比較像小籠包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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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其實可以不用用太多肉 用 等一下 這樣 這樣 妳要小心喔 那個 這樣 這樣 這個捏住 捏住 比較右套 是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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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用內側 這樣把它擠下去 這樣把它擠下去 對 這樣把它擠下去 對 這樣把它擠下去 這樣把它擠下去 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樣這個皮 不夠黏 不夠開 我來試試看 這樣不夠 這樣啊 袁秀姐 這個有過關嗎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過關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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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勇敢 不會把它擠下去就對了 因為這樣黏到 對 妳肉 肉再打一 打痕一點點 就是打痕一點點 打痕 對 打痕一點點 這個要按住 按住這邊 對 然後這邊是抓 然後完了以後這個塞 這個塞 對 然後只要有角度的地方 就塞 有角度的地方 對 有一種 是 好 現在到這一步 太多了 太多了 對 一點點 你要把它打痕 來 抓這邊的 對 對 這個肉來 抓比較多 是 對 對 這也有 像老闆娘 你這樣 對 已經做幾十幾 五十天 這 兩十幾天 對 對 我那時候 年紀大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那樓 工夫 真的你看 你爺爺 不要跟阿嬤說話 很快 他一定要這個速度 因為他一次賣出去的 那個量都很大 對 他沒有這樣的速度 他根本賣過 是 我們現在才開槓 外面已經 因為為什麼 對 人家有夠多 三個普通工來這裡 跟阿嬤說話 都影響人家的時間 對啊 對 沒關係 我們也是走這盤 我們的 還是我們自己換 沒有 我不要做 這三個 對 我們自己做出來吃 我們這邊要把阿嬤加油 好不好 阿嬤加油 阿嬤在幫你打開什麼 他幫我拆封 然後再重新包起來 真是的 翻拆我的在重弄 一起吃飯吧 好多 你看 各式各樣的 雖然就餛飩 是 可是你看它可以炸的 然後還有這個炒手的 跟乾麵一起 這個炒手 這是乾麵一起的 然後這邊還有牛肉湯的 對 可是他們這邊阿嬤剛剛有講 招牌也是排骨 大排骨 我試試看 你講看 我很喜歡試排骨 煮的啦 炸的我都可以 沒問題的 怎麼 我三部的排骨 好像比排骨還好 為什麼 它是厲害在什麼地方 是嗎 然後它那個粉啊 你看起來很厚喔 它吃起來薄薄的 可能你看到這一層 但是它肉是大塊的喔 最重要的是那裡面的肉 對喔 現在應該我們問一下 應該是鯉雞肉吧 有一點點 應該是鯉雞肉 看起來 一般排骨要不要打得扁扁的 然後弄去下去炸 對 它沒有喔 它還是有彈性喔 它還是有彈性喔 然後我這樣子 筷子都會想想想想想 炸餛飩 炸餛飩我是必點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吃耶 是 因為我之前就常來吃 是 我們吃看看好了 所有都要用嗎 大家都吃一下 沾這個胡椒 這個尤其是一個提味 我們是用摩斯電碼在對話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都知道 炸餛飩 炸餛飩 可是你要把那個皮炸得這麼好吃 那個肉也吃到它的那個湯汁 很少見 真的 那咬下去的那個 真的會開始 去你來吃吃看看 你就是要開始 因為你一開始是吃到 胡椒粉的那個香味 對 然後再來到皮的酥 最後到肉的嫩 裡面就汁 你看裡面的肉汁都還是有的 對 你根本不需要沾醬 不需要去做什麼多餘的調味 就簡單的胡椒 那整顆吃起來的味道就 對啊 包住感很夠 沒錯 而且我們剛在包的時候 阿嬤不是講嗎 是 那個一大片的那個 餛飩皮 你必須要把那個肉均勻的 抹上去 我知道道理了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真的 而且是有層次的 沒錯 你不會吃到一整坨 全都是那個皮 你會吃到說有皮有肉 有皮有肉 這個聽說是鮮蝦紅油炒手 是嗎 吃吃看 香不香 紅油炒手就是要在那個 那個香 你看這個紅油 然後裡面肉的那個粉嫩粉嫩的感覺 你吃一顆好像驚喜包一樣 什麼東西都有 真的嗎 有點酸辣酸辣的 我覺得它醬調得真好 其實這個肉很香 然後它的吃法很像我在家裡面的那種 那種懶人處法 我會把生辣椒醋醬油放進去 然後蔥一點點 然後我把水餃煮一煮有沒有 丟進去的那個感覺 只是因為水餃 它放到涼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硬硬的 它這個沒有 這不會 還在軟耶 然後我喜歡那個醋 對 它其實這個調味的醬 不會說讓你覺得太重口味 你吃的時候不會整口都是那個醬 你反而肉香都還是有保留住的 很棒耶 很棒耶 我覺得它同樣一顆這樣的餛飩 有這麼多的變化 沒錯 難怪生意會這麼好 對啊 你看那種餛飩牛肉湯 對 牛肉湯 小菜 因為很少人會用牛肉 大概就是水餃 對啊 對 不好喝第一次 那個北方的做法 怎麼樣 拍手了 又怕沒有了 是不是 以前也不竟在不言中 這個湯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甘甜 是中藥嗎 有一點點中藥的感覺 中藥的味道 藥燉嗎 藥燉 然後他們的那個混沌就是 沒話講 它有中藥跟牛肉湯 藥材的味道是比較 中一點點的 但是它沒有那麼的 湯頭好喝喔 八角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仔細看其他湯頭 是滿清澈的 對啊 它有顏色但是它清澈 它有吃到牛肉的那個香味 對 然後它現在 浩子人現在吃的是豬肺 人家都說吃魚 就補魚 吃什麼補什麼 對 食補嘛 對啊 這個是整個的 這薑末嗎還是蒜 應該是薑末 薑末跟醬油 對 醬油膏 薑末跟醬油膏這個搭配 醬油膏特調 這個就是我們酸辣 然後生辣椒去泡醬油的 我好喜歡這豬肺喔 這個有QQ三三的感覺 是 很清爽耶 真的吃得不錯 因為可以照顧魚 這個豬肺 這個豬肺 好爽喔 分成 這個是糯米腸 因為它介於 糯米腸跟香腸之間 對 口感沒有到粉腸這樣子的狀態 這個我必須要講一下 是它搞不清楚自己的身分 我覺得你好像在影射什麼 就在影射說 希望豪平可以搞清楚自己的身分 慢慢以後再介紹它 對啊 我們兩位主持人都沒有這樣講 來賓你為什麼要這樣想 沒有...我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 剛剛我有打電話給導演 他說他真的沒有辦法過來了 好 就是比較不好意思 沒有...沒問題 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今天一到現場然後開始錄影 好像隱約發現西民哥沒有辦法來 我就 怎麼辦 但我比較多的擔心是 怕美秀節會有點失落 所以我也沒有想說 表現得太... 有點可惜這樣子 展開迷人的台灣美食地圖 一起吃飯吧 即將打開你的味蕾 那你現在要做的是按上面加上小鈴鐺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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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按下去 按下去 漆 你就按漆就好了 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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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